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唱比赛 第二名 沈建华先生 歌唱比赛 第三名 张熊先生 歌唱比赛 第二名 沈建华先生 这些配武军人从事工作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些配武军人下来之后 被台湾的建设贡献重大 中央横端公路 中央横端公路 就是在那个时候 由我们这些退伍军人完成 当时的行政院长 经过先生去看的时候 看到这些先辈们 所以说当时就随后讲了一句话 真是一群容易不明 所以在68年 政府就以先农奖公诞成纪念日 作为表彰这些农民前辈的心 中央横端公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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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年辈子公路 到日本 中央横端公路 中央横端公路 状 willst 队公路 途原来 能返 could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